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 我回到城市 我只是打电话 看看有任何新的更新 任何新的更新 嘿 嘿 谁是你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马拉下午茶 我是李嘉一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片段 是华裔电影制片人苏建华 最新出品的惊悚悬疑片Jasmine 那这部电影呢 刚刚全部制作完成 即将在3月25号 至香港参加2015年的 香港国际电影节 之后呢4月份的时候呢 再会回到美国 参加德州的 达拉斯国际电影节 那么赶快有请到 电影Jasmine的制作人苏建华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苏建华 苏子哥好 你好 一一 等于说到这个Jasmine这部电影呢 之前我们有和大家说过 你的另外一部电影 叫做She's Lost Control 对不对 那She's Lost Control和Jasmine 这两部电影的类型 不太一样吧 对 不太一样 一个呢是讲一些 一些社会的一个现象 另外这个Jasmine呢 却是一个悬疑惊悚 谋杀的一个片子 哇 而且这两部电影 你所担当的角色 也不一样 是的 我在前一部 She's Lost Control呢 是制片人 制片人呢主要就是说 一天到晚啊 等于说就是在外面 能够发现新的题材 新的可以 这是你的重任 对 这是我重任 新的题材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拍电影的资金方面 要有这个要能到位就赶快到位 是 那我在Jasmine的这个角色呢 我也是担任了一点点的这种资金方面的一些帮助 除此之外呢 对 然后呢除此之外呢 我在后期制作的时候 在音乐啊 效果啊等等的 有一些这个艺术上的一些贡献 这就让我很惊喜了 因为我知道苏子哥写剧本是非常棒的 但是在音乐这方面 也可以有一些贡献啊 你去唱歌了吗 因为你知道 这个东西好像 也不是去特别去学的 但是当你自己 把你自己放到那个情况当中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感觉 然后呢自然而然可以跟导演呢 就可以沟通 看了电影以后 它就会有一种那种感触 然后再加上你要了解这个电影的整体的 它要讲的一个是一个什么 什么信息 什么内容 所以呢在音乐方面呢 你也就可以有那种第六感 然后呢可以贡献出来 可以就提议了 看就像灵感敲门了 灵感敲门 敲到你的头了 赶快告诉我们这个电影内容里面 你觉得对你来讲说 最新鲜的一个地方好不好 这部电影呢 它是一个有一点心理 就是玩弄 其实玩弄观众的一个心理 哦 怎么说 对 因为呢 这个电影呢 主要是在叙述呢 一个丈夫她的这个妻子被扭杀了 但是呢一年多了 这个警方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破案 所以他等不及了 所以他轻轻想 好吧 那我自己去看看能不能查出凶手 到最后还真的给他查出了这个凶手 不过我也只能讲到这一点 具体是怎么样 大家还是要去影院看就对了嘛 对不对 那拍摄的过程当中 这拍摄的时候 常常都会出现一些什么小小的状况 有没有 这部电影有没有出现一些什么 让我们好像很难琢磨的一些状况 对 这个电影呢是这样 这个电影全部的电影是在香港拍摄 香港也知道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有的时候 我们在拍外景的时候呢 traffic 不能乱 对 然后呢这里面呢有一个 刚刚可能这个片段也看 好像看过 这个主角呢 在一个这个车道 车子经过很多的一个地方呢 在那边在上面走来走去的 那个呢蛮难拍的 因为它有很多traffic在经过 那个小的一个走道也是高起来 它要在里面上面几乎就是要平衡的 还拿着一束花 所以呢 这是要献给你主角的吗 要献给它已故的这个太太 所以呢 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很多了 然后呢 我们还有在这个 它在这个里面要 常常会在大叫 我们的这个电影的海报 也是一个它正在大叫的一个 很猙獰的一个幕 因为拍了好几次它喊的时候 那喊的时候它就都喊的声音都傻哑了 所以也是不简单 蛮辛苦的啦 作为不管是演员也好 导演也好 制片人也好 每个人都是非常辛苦 要担当自己的角色 要做到最好才可以 那苏子哥你拍过 She's lost control 然后另外这部片子 Jasmine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人呢 是要live and learn 那这两部片子都拍完了之后 我想知道苏子哥学到什么了 我学到呢 这个电影 不光是我们在书本上 就是说所看到的一些理论 我学到的就是说 这个电影真正的是一个 所谓叫collaborative art 所谓就是说大家一起合作起来 才能够拍出来的电影 而并不是说制片人 或者是制作人 或者是导演 他一个人的一个思想 贯穿整个电影 因为这个里面包括了很多的 你的例如说拍片子了 甚至于场记了 甚至于钉木头的木匠 怎么样把你这个场景 做得更漂亮一点 哪怕铺地毯的 可能都要有讲究 对 打灯光的 这真的是一个合作 大家一个合作的 这就是所谓人多力量大 对不对 那这部电影 会不会在洛杉矶上映呢 我希望早晚会了 早晚会 因为现在这个电影呢 因为先进去电影节 电影节呢 先做这个世界的首映 到美国回来 到Dallas做美国的这个首映 然后呢就一步一步的 因为电影节都是 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希望呢就是说 有人喜欢这部片子 然后呢把这个权利呢 就买过去 买过去以后发行商呢 他就会在全美会 什么电影院啊等等 他就会发行 OK 我们希望这部电影 赶快在洛杉矶上映 要不然你太掉我们的胃口了 好吧 这部Jasmine 有可能会在洛杉矶上映 所以现在苏子哥 还要再掉大家胃口一下 OK 我们非常感谢苏子哥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这段广告 马上回来 What was her nam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